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艺术界的一些事情比较了解吧 比如说老艺术家的一些人生故事啊 嗯 是啊 搞艺术的吧 都是学习他们专业的老前辈 学习他们的表演技巧啊 技能啊 还有他们演出中独特的那种作派和风格 那么我个人呢 除了吸收他们的经验和艺术技能之外呢 我对他们的人生故事啊 也特别感兴趣 嗯 很多的艺术大师 他们在舞台上拥有着千万的粉丝 可是呢 在这些光鲜的背后 又蕴藏着怎么样的喜怒哀乐呢 嗯 我明白了 诶 夏梅 我听说你以前也是搞艺术的 是不是啊 对 你喜欢哪一类的艺术呢 我喜欢艺术类的 那种比较坏旧的 啊 是吗 嗯哼 那我来考考你啊 好 你听一听 这是一首什么曲子 作者是谁呢 OK 那难风吹来清凉 那夜莺提升歌唱 这是越来越香吗 你也喜欢李景光啊 哎 被你给猜中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人物百家正在为您讲述 一代歌王李景光的故事 李景光可是老上海的歌王啊 是啊 哎 那你还知道陈歌新吧 嗯 知道啊 我们有讲过他的故事啊 嗯 李景光呢 是老上海的歌王 而陈歌新呢 是老上海的歌仙 嗯哼 他和陈歌新呢 曾经是一对非常好的搭档 两个人呢 在艺术上是各有千秋 歌仙 陈歌新呢 擅长写的是电影歌曲 而歌王李景光呢 则是一位百代唱评公司 谱曲作词而著称 哦 夜来香啊 是李景光的作品 这个作品呢 一一出现 就风靡了整个上海滩 而且很快的传遍了东南亚 可以说是在华人区 是家喻户晓啊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啊 特别是邓丽金演唱的 夜来香我特别喜欢 我爱这夜色满满 我爱这夜色满满 跟爱那怀伴的梦 出生在湖南乡潭的一个书香门律家庭 说起李家啊 当时可是在乡潭是出了名的名门望族 是吗 是啊 李景光的父亲李培鸾 是一个举人 但是这个人呢 却无心仕途 凭借着祖上留下的六七百亩田产 李培鸾呢 就一直过着非常悠闲自得的生活 他非常喜欢音乐 也爱好忠实壮客 和七百十啊 是好朋友 他们呢 经常在一起切缩写字啊 刻图章啊 等等等等 这个李培鸾呢 有八个儿子 而且这八个儿子 个个是才华横溢 被当时世人誉为 离世八郡 真的 嗯 非常的著名 李景光的大哥呢 叫李锦西 是前卿的一个秀才 他呢 曾经担任过北师大文学院的院长 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啊 也是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先驱 嗯 李景光的二哥 李锦辉 他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河 是中国的流行音乐之父 嗯 老三李锦耀 是一个采矿的高级工程师 四哥李锦叔 长期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 曾经呢 担任过湖南省的教育局局长 啊 李家的老五 李锦炯啊 是铁路和造校工程师 你知道中国北方 第一座大型的铁路大桥 叫做鸾河大桥 就是他的五哥 李锦炯 亲手设计建成的 嗯 老六 李锦炯是一个作家 他们家最小的一个弟弟 叫李锦阳 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 他曾经呢 将湖南的花骨歌 改编成百老汇的音乐剧 曾获得和奥斯卡奖提名 哇 个个都是新品啊 李锦光呢 在他们家里呢 是排行老七 他在二哥李锦辉奠定的 中国近代的流行音乐基础上 不断的开拓创新 他呢 不仅擅长改编民歌小调 还能够从戏曲和曲艺中 汲取艺术元素 融入到自己的音乐中 所以说呢 李锦光所创作的这个歌曲 都带着十分明显的 那种民族风情 嗯 另外呢 他对西洋流行音乐 创作和风格 也都是非常的熟悉 所以呢 他能够成功的把西方的爵士乐 舞曲的元素等等 融入到他自己的音乐创作里 所以就形成了 他非常独特的音乐风格 李锦光成就了一代 离派音乐 被人们称为老上海的歌王 那他是怎样对音乐产生兴趣的呢 这个我想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了家庭的这个影响 李锦光从小就酷爱音乐 有意思的是呢 他的父亲呢 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 但是呢 他的父亲只是欣赏音乐 却不会演奏任何乐器 嗯 李锦光的契乐启蒙老师 是他们家帮工这个工人们 教他演奏的乐器 当时呢 这个李家有很多的民族乐器 这些个工人们呢 就在闲暇的时候呢 就会教小李锦光演奏 笛 销 丝竹 唢呐 二胡等等这些乐器 小小年纪的李锦光啊 在当时呢 就可以单独的演奏西弓调等等 这样的鼓曲给他父亲听了 我还以为是他哥哥教的呢 不是了 不是 1916年 在他9岁的时候呢 去过北京 在那段生活期间呢 他先后在北京的 鸿庙小学 玻璃厂高校念过书 1920年的时候 15岁的李锦光 又到了上海 在他二哥李锦辉 担任校长的 上海国语 专修学校 附属小学来读书 嗯 后来呢 李锦光回到了长沙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 暑期补习班学习 当时的班主任是毛泽东 后来李锦光考上了 湖南大学的附属中学 他中学毕业后呢 进入了湖南大学的土木系 可是啊 他在学校里只待了一个多月 就中断了学业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那个历史大环境 是这个北伐战争嘛 李锦光呢 要去参加北伐 所以就在1926年的9月 他来到广州 进入了黄浦军校 成为了黄浦军校的 第三期的学员 哦 是因为这个 嗯 1927年呢 李锦光到武汉信阳 参加了北伐宣传大队 并且呢 成为北伐军总政治部的 艺术古古园 有一次啊 他们到信阳城外的石里桥 去开大会的时候 被一千多人的黑道会围杀 据说呢 当时宣传队员当中 有九个人被杀 脸皮啊 都被刮掉 血淋淋的无法辨认了 那李锦光呢 他很幸运 逃过了黑道会 对他们的追杀和围剿 啊 那就好 死里逃生的这个李锦光啊 最后又回到上海 从此呢 他就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但是呢 这段记忆呢 却让他也是终生难忘啊 哇 真的是好惊喜啊 是啊 回到上海后啊 李锦光加入了 他二哥李锦辉 新组建起来的明月歌舞团 周璇 王仁美 姚丽 徐来 陈歌新等等 都是明月歌舞团的成员 他在歌舞团里面做什么呢 李锦光呢 在这里担任演员 作曲和指挥 虽然呢 他刚刚开始学习这个作曲 但是呢 他凭借着自己对音乐的 这个过人的天赋啊 李锦光很快的 就在这个乐坛上 有了一定的名气呢 他创作的《满场飞》 就是曾经风靡一时啊 在当时的电影里面的 舞会的场景中 必选的曲目之一 嗯 李锦光还为电视剧《红楼梦》 创作了歌曲《藏花》 更是把林黛玉藏花的那种 七碗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来欣赏一下 好 我演唱的歌曲《红楼梦》 在1929年的时候 李锦辉带领歌舞团去南洋巡回演出 一路上途经新加坡 泰国 越南 印尼 马来西亚等地 当时这个表演的曲目 主要是以儿童歌曲为主 比如可怜的秋香 麻雀与小孩 葡萄仙子等等 1935年年底 李锦光接手了歌舞团 并改名为大中华歌舞团 他亲自担任团长 在1936年 李锦光和颜华 这个颜华就是原来的明月歌舞团的大帅哥 曾经是周璇的丈夫 他们两个人带队到南洋巡回 由于人员的一些变化 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 节目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他们演出的野玫瑰 花生米 还有歌舞剧桃花太子 这些在当时的南洋地区 非常受观众的喜爱 他们当时这个演出 几乎是长场爆满 这次南洋的巡回演出 整整持续了一年 可惜好景不长 由于种种原因吧 歌舞团最后亏损了 只好就地解散了 解散了 那他们去哪里啊 就是啊 李锦光当时呢 他债务缠身 因为他的妻子也是怀孕将近临产 只能和他的妻子白红啊 一起滞留在南洋 转过年呢 1937年的6月份 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由于女儿啊 出生在南洋 李锦光呢 就为女儿取名为黎南洋 生下女儿两个月以后啊 他们借了两百多块钱的旅费 才得以回到了上海 很不容易的 那是啊 那他们回来以后怎么样了呢 虽然人是回到上海 可是对这个音乐大才子 这个李锦光来讲啊 经受了这么大的事业上的打击 让他陷入了人生中的低谷 所以回到上海之后呢 他就闭门谢客了 不见任何人 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有一天呢 他呢就读这个 唐代诗人杜牧的浅怀 这首诗的时候 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他立刻挥笔写下了这首打油诗 落魄江湖南洋行 荆棘丛生要小心 十年一觉黄梁梦 只留乐坛博姓名 李锦光啊 可谓是出身名门 少年得志 可是在南洋这个受挫 这个经历却令他非常的沮丧 但是呢 通过这件事情呢 也让他得以 重新的审视一下自己 未来的人生 是啊 那他该怎么办呢 在1937年的12月份的时候啊 他的好朋友严华组建了一个新的歌舞团 叫做万花歌舞团 而且呢准备去菲律宾巡回演出 但是当时呢就缺少一位音乐的伴奏 严华呀力邀李锦光加入 李锦光在好友的这个盛情邀请下呢 加入了严华的歌舞团 再一次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 重回舞台的李锦光 能否走出失败的困境呢 他未来的艺术生涯 还能再辉煌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柔物百家 一代歌王李锦光的故事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建议 请您在我们的Facebook主页上留言 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